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不点交的法拍屋处理程序 那这个不点交其实只要你今天你确定你已经得标了 那你才有那个权利去申请月券 也可以说之前你是没有权利申请月券 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得标的你才可以申请月券 所以对一个不点交的法拍屋或法拍土地 你之后的两个行为就是第一个是申请月券 第二个行为就是针对打官司 不管你是打民事官司或者是刑事官司 你一定是有胜算的情况你才去打 然后你要去写状址请律师帮你写状址 那你要收集对你有利的证据 那基本上你要怎么打你当然证据要跟他配合 你不要说你今天打的是这种官司 可是你没有收集到这方面证据 那你就挂在那里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不点交的法拍屋处理程序 就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申请月券 收集资料 第二个准备打官司 那至于说坊间人家常讲的 另外两个动作 那是之前就要做的 之前要做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在标这个房子之前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把这一个法拍屋的 所有税户跟诉讼费用 一次算清楚 那当然你是针对比较大的费用 那比较大的费用 我们讲税费的比较大的费用就是土增税嘛 对不对 然后你事后的话 如果你再把房子卖掉的部分的时候 就所谓的财产交易所得税 因为你在买卖的过程 你要去买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想法嘛 你现在多少钱买 你以后要多少钱卖嘛 所以这个财产交易所得税就出来了 那你在什么期间卖 那奢侈税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计算 你所有的税负跟诉讼费用 加进去你才觉得说 这一个投资划的算 或不划算 然后再来你才有办法 划算所谓的投资报酬率嘛 那投资报酬率的时候 你才会决定说 你这投资报酬率是合理 你才进去 那一般人有一种很错误的想法 认为说投资报酬率 只要有赚钱就进去 那事实上是很傻的 基本上一般的投资客 他是不会做白工 所谓不会做白工 就我看过 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报酬率 普通来讲 买共有物他们报酬率 基本上来讲都是要 10倍以上他们才会进去 那今天他如果买不点交的 他报酬率一定要50%以上 那买点交的时候 基本上一般的投资客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比较知名的那几个 大概至少是2-3次才进去 他才不会因为5%的投资报酬率 5%的投资报酬率 那都是给这些菜篮主进去买的 也就是说专门买点交的人 或者说专门不懂法拍物 或者刚学有法拍程序去买的人 他才会去 以这么低的利润率 去作为一个诉求观点 所以正常来讲 只要这一批土地的话 他不是那种有很难缠的共有问题 或者不会拍卖不掉的时候 理论上的话我们讲 法拍级的教父你理论上是看不到 如果你在这种5% 3%的场合看到这样的一个教父 你会觉得非常好笑 因为问题是 他们站的观点是说 假设比例来讲 他投资的平均报酬率都是在50%以上 他当然要找这些作为锁定重点 那各位再想想看 如果说因为人的资金不是无限的 假设比例来你今天有500万 那你今天500万的话 你投资一个两年后会 或三年后才会实现的 那你下一拍怎么办 你搞不好下一个案子就没钱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些法拍教父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他在资金很有限的情况 他可以投6个案子 或整年投6个案子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挑报酬率高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站在那种 有限金钱的情况之下 去找获利最大的标的物 所以理论上来讲 像一般的只是能够赚 所谓的买卖差价的东西 就我知道一些教父姐姐 应该是不会进去 除非他帮人家代标 他赚手续费 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进去 为什么 但是问题是 傻是傻在谁 傻在请他代标的人 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你前后请我代标 我如果没站在你的利益着想 我当然是标越高越好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续会绑着你的标的物 对不对 假设是5% 或假设是3% 是不是卖得越高 取得越高 那通常如果契约是这样定的话 通常那一个住户 我们今天讲那个菜篮组 或者委托代标的人 他一定是不懂法牌物 所以你在投入一个行业之前 或者你要去学习一个 新的赚钱方法之前 教育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